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不清楚出了事故 谁负责 贴不贴膜 主要还是看车玻璃的材质 前挡风玻璃一般会用夹层玻璃 能隔热隔紫外线 同时要求透光性好 视野清晰 发生车祸还不能四处飞溅 所以理论上说前挡风玻璃不需要贴膜 侧窗和天窗等大多采用钢化玻璃 透光性虽然好 但是隔热效果不太行 还容易被打碎 如果你需要防晒又顾及隐私 前挡风玻璃必须选择高透光绿的膜 前排两侧可以贴浅色膜 后排两侧和正后方可以自由发挥 不过市值车学院建议你 前挡膜最好还是不贴 一是因为贴膜可能很难达到 你想要的遮光隔热效果 二是高透光贴膜一般非常贵 总结 一贴膜首选高透光度的浅色膜 前挡风玻璃最好不贴 二如果担心谎言 可以选一副适合开车的太阳镜 三如果有人劝你贴金属反光膜 请直接拉黑它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市值车学院吧